歡迎回到吳董 坦大學 阿楊國元 他們這兩個人是在幹什麼 看起來在躲貓貓這個樣子 好像很好玩耶 一個說 我這個禮拜我很快 就會安排跟他見面 另外一個馬上說 我這個禮拜很忙 我很不想被找到 譬如吳敦義受到黨內很大的壓力 說你當初是在幹什麼 沒有到現在明明朝鮮已經結束了 韓國也可能17% 阿楊外界的人都認為郭董要選 你這個黨主席是在幹什麼 對不對 而且越來越嚴重 今天連侯友宜都說他不要掛新北市競選主委 盧秀燕也說他不要啊 是啊 阿楊變得說 漢子跟燕子都走完了 所以這個黨怎麼這麼奇怪 這個黨真的我上面有一個 我說國民黨有優良傳統 專門提名這種事後會頭痛的人選 國民黨的優良傳統 是 我本來1、2、4 我記得我那時候那些電視 國民黨都說 我看你們回去包起來了 真的 那些電視都直接這樣說 包括柯智恩也是這樣說 真的喔 我看你們回去休息了 這樣子 結果現在話都說不出來 因為柯智恩看起來蠻善良的 講話也蠻閒的 沒有 那時候就真的打在肚子 這個事實 還想到有一個更奇葩的 奇葩黨 是 酬酸已經結束這麼久了 現在又大家懷疑說 韓國瑜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候選人 那個怪不了人 他們之前換過注啊 沒有辦法 是啊 沒錯啊 還有他的民調真的一直在找 像今天蘋果就是說 他跌到歷史低點 對 小營壓於7.8% 對 這是蘋果週週報 對 第一次出現這種民調 對 還有第二次說TVBS 對 TVBS每次做都也是韓國瑜 結果這次做他輸了 大家就開始說你韓國瑜可能不行 只要有這個想法 大家就開始亂胡思亂想 那個安良偉我們分析一下 如果這次郭董真的出來的話 他如果不管他怎麼出來 他如果真的出來了 然後真的國民黨兩組人選 對 這次會造成國民黨真正很有意義的分裂嗎 你看 宋楚瑜那次其實 像第一次是知道他那次 我知道 那次分的也不怎麼樣 第二次新民黨出去也還好 國民黨還是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一次他真的有 應該不是啦 他有辦法真的列進去 可是只有總統那個部分 其實立委的部分 假設是他們兩個其中一個條 我認為回來還是合作啦 回來還是合作 還是合作啦 因為郭台銘基本上還是比較難 對 他跟國民黨立委很多人都不錯 是 不過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當然是柯粉會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說這樣怎麼辦 如果柯P真的要跟他合作的話 柯P當然是會希望他幫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對 可是他憑什麼要幫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就是一個問題 我上次就跟你講 上個禮拜五我就講 郭董如果是第三組出來選 他不管有沒有搭柯P 他自動就拿到民眾黨百分之七十的票 你就已經自動歸對了 他怎麼會需要你 是 是 所以就是說對他來說 就是說 柯P在這裡好像沒有籌碼 對 因為你的選評就自動跑到他那邊去了 憑什麼要我來幫你立委站台 這個我提外報問一下 真的選下去民眾黨的立委 其實是看起來也沒有想像 現在想像中的這麼樂觀 看起來會不會是這樣 這要看後續的變化 譬如說他的 我上次也有講說 不分區的名單好不好看 對 譬如說有沒有阿階 區域 說實在我的經驗 譬如說你如果提一個區域候選人 他只有一兩萬票的實力 他在那個地方可以開出五萬票 這剛好可憐 可是他有些是要派去攪局的 譬如說他有些那種 這個我知道 可是我跟你講你看最後 宋楚瑜為什麼每次都要出來選總統 為了他的立委 因為要驚嘛 因為柯P真的是 他的票真的很難轉移 對 柯P太有特色了 對 這個每個人都學不來 我說實在 雖然說他要組黨 可是他這個黨主席的特質 別人無法轉嫁 除非他出來選總統 不然你本國的票要怎麼驚 你驚就變成說 假設他沒有選總統 他只能夠靠區域立委去驚 不然另外就是靠網路去驚 不然就靠網路直播來驚 只有這一種 因為網路直播的效果我不知道 因為以前沒有發生 可是沒有總統候選人 你說不分區的票要能夠 投得出來這個難度真的非常高 因為宋楚瑜就是一個例子 他2016有選嘛 對 結果他得到150萬票 對 他的不分區只有70萬票 他有選喔 你如果柯P沒有選 你認為票開得出來嗎 可能只有最始終的啦 對 最積極的啦 那一般人搞不好不投票 對 甚至知道柯文哲的人 遠比知道民眾黨的人多 這是一定的 對 因為確實他的區域不分區候選人 我可以想得到的啦 知名度要到柯P這個等級 我看不太可能 對 不太可能 也很難 很困難啦 柯P這個是經過五六年的鍛鍊 才鍛鍊出來的 對 好 我們回到這個問題 所以阿亮委員 他們為什麼兩個 一個很想要找對方 你剛剛已經說明了 烏頓運壓力很大嘛 所以他非要說 郭台銘認為烏頓運沒效啊 蛤 為什麼他覺得 郭台銘認為烏頓運沒資料 沒有資料處理韓國瑜啊 因為韓國瑜我跟你說 他要他處理什麼 他要烏頓運處理什麼 沒有 烏頓運跟他見面 一定是希望國民黨整合嘛 對 他就說他要談團結 是嘛 可是事實上郭台銘在火大 在賭亂的 韓國瑜的種種事情 烏頓運都沒資料處理嘛 那蔡衍明啊 那個他沒辦法處理 譬如說你叫旺東 不要給亂罵嘛 對 對不對 那叫韓粉不要來亂罵我嘛 這兩點請問烏頓運如何答應 你沒資料代應嘛 所以對郭台銘來說這個 見面沒有意義啊 如果今天烏頓運來說 來你跟我見面 我告訴你我們來談換涵 那郭台銘也會來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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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跟你說 烏頓運不敢啦 是 韓國的喔 真的是他比紅袖珠要強 因為他有韓粉那個鋼鐵衛軍啊 沒錯 而且不只停他還會打別人對不對 對這當然是 紅袖珠連這種都沒有 他只有幾根柱子而已啊 他那時候有黃復興啦 很有限 韓國瑜不只黃復興啦 韓國瑜是軍工叫鐵粉 還有一區我 其實中夏節誠也滿多的 有有有有高雄林小姐啦 什麼杏仁哥啦很多 對 但是我回頭講的意思是說 所以會不會 郭台銘的意思是說 你要來跟我談就是換談 不然不要來談 會不會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郭台銘現在還有這個條件說這個 我看他除非連續出個 10個到20個民調 蘋果民調他第一名耶 那就是第二次嘛 宇明立場也是這樣嘛 對 英韓對決跟英國對決 那台銘是贏的嘛 對 今天蘋果又再出現一次嘛 對 第二次 累積個10次再來說吧 這種東西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 郭平棟是在跟時間賽跑 郭董也是很麻煩 對 說你有沒有辦法到9月15號 就衝到讓人家認為 韓國會絕對賣票 剛才你有機會 那是立委 必須要形成共識喔 是 不然我坦白講 我現在上各個電視 是 國民黨的代表啦 尤其是立委啦 沒有一個覺得過黨的會選 真的 國民黨現在的公職 真的一面倒都認為 國民黨會整合喔 真的喔 如果不要選總統 請問我去研究香港問題做什麼 所以他想選嘛 可是形勢比人強 他們的意思就是會把它壓住 我是說國民黨的立委都這樣認為 那誰有辦法壓他 重點是 不是 因為你的民調 沒有明顯的持續領先嘛 而且你那個持續要領先滿明顯的 所以阿亮委員 所以你們政治人物全部都在看民調 當然是 沒要拚什麼 沒要拚什麼 美立黨那個民調做對他非常有利 是 因為韓國會輸快要15% 對 一對一輸很多 他贏小英1% 對 這個落差那麼大 他當然才有局面啊 可是蘋果 TVBS是不是都是這樣 而且領先幅度要很明顯 這樣讓人才說你厲害 所以他現在的衝藥條件 換他的衝藥條件是 其實上次換柱的衝藥條件是 因為那時候 那個洪秀柱已經離小英很遠很遠了 我跟你說洪秀柱 他不用領先啊 洪秀柱齊爬到 他提名的時候 民調45你知道嗎 對啊 隔了一個多月之後 剩下不到20 那個由你們綠軍去做就 不過韓國瑜還有韓國瑜 還有韓國堅調 就是說他要跌破25真的不容易 如果真的跌破25是不是就會換韓 當然是啊 25歲 25是地板 不過他們不會負期了 25是地板 因為差不多10月才跌到25了 那時候韓國瑜已經在選了 所以這就是對國民黨的不幸嘛 是 國民黨的不幸就是我們的快樂吧 是… 等一下我現在講一下國民黨的不幸 所以其實國民黨如果說 如果說他真的不換比換好 你們是不是想法是這樣 因為你可能在那個灰色地帶嘛 韓國瑜就會說我初選贏耶 你憑什麼換我 他一定會掙扎嘛 要反抗嘛 他怎麼可能這樣就給你換掉 人家一輩子也只有這次機會啊 對 所以其實 所以民進黨就覺得說 其實還是讓韓國瑜選蠻好的 有可能剛才拚在那裡嘛 跟我們兩個人差不多嘛 對 因為我覺得最可能的狀況是 郭跟韓民調差不多 對 人家韓國瑜已經初選贏了啊 那憑什麼換 因為你國內民還是有老問題嘛 你輸不起啦 你參加初選輸了還要不要給人家硬告 有這種問題嘛 對不對 對 那阿亮委員你看起來 你持平的看 你覺得那個郭董是不是還是想要選 當然是啊 百分之兩百 當然是 他心裡很困的啦 可是事還沒到嘛 可是柯P時間表比他短嘛 他的時間表比較長嘛 因為他如果要代表國平常 他九月中再決定就好啦 可是柯P要提名立委啊 所以你就看起來說柯P好像比較急 柯P急是有道理的嘛 他有黨他要提名 人家就想說你是不是大聯盟 大聯盟我來參加 大家也說好有機會 我怎麼知道你確定是大聯盟 對 但是對於郭董不是沒有這個問題嗎 因為他只有總統而已啊 他一個人而已啊 對 所以他可以到九月十五再決定嘛 那柯P不會成功啦 所以其實對民進黨最爽的局就是 不管你郭出來或是不出來 只要韓國瑜在線上繼續選 對 民進黨就是利多 就是他們兩個最好民調一直 僵持不下啦 所以國民黨還是讓韓國瑜選這樣 這可能性很高啊 你不要低估這個喔 你不看韓國瑜那天一生敗廟對不對 人家那個機車隊又出來了耶 攤食者攤食者 有100多個耶 那個造勢上當然有價值啊 對不對 所以他從那時候一直造勢造勢 到現在他的整個造勢還是有價值 我覺得他是撐住啦 來 請發揮一下你這個專業的政治學者的角色 如果你是吳敦宜的話 這一局你怎麼處理 沒辦法處理啊 蛤 你投降 我跟你說韓國瑜其實對吳敦宜是非常不滿的 蛤 為什麼 他是認為說吳敦宜你乾脆把主席不要做了 讓我整個takeover啊 沒有啊 他是蔡衍明想要當 沒有啦 那是第一位啦 那是說他有那個什麼無色覺醒十條 是… 大家要背送耶 我是在說他的競選幹部 他就想要用黨中央嘛 但是黨中央我要有我的人要插進去嘛 對 你吳敦宜不讓我的人進來啊 所以他到吳敦宜是不滿在這裡嘛 是 他就說我國不理中國一定要待在高雄市嘛 對 因為我承諾了高雄市民嘛 台北市我現在沒有時間去搞個總部嘛 那用中央黨部的架構不就好了嗎 你讓我的人進去嘛 吳敦宜沒有啊 所以他為什麼不願意見吳敦宜就是這樣 你看我記憶也比如說鄭世偉 鄭世偉現在當他的北部進總的行政主任 對 他為什麼不能在黨部 他為什麼連這個架構都談不出來 因為吳敦宜有了自己的人要養啊 哇 所以我跟你說你如果要說國民黨的問題 差不多說一個禮拜說不完啦 這個黨很厲害啦 內鬥真的太內行啦 不過我必須講啦 就是因為你們這個競選對手太爛了 所以民進黨也都沒有進步了 他就爛在那邊啊 反正他是一個利益分賞團體啊 結果民進黨就沒有一個可以去追求的目標 就覺得我比你好一點就好了 結果比他好一點還是很爛 不行啦 民進黨還是要進步啦 蔡英文比韓國瑜好很多啦 你也不要這樣 好到是賣香菸 你是說我們黨有一些不好的啦 是是是 你看在那個 賣香菸是管理師黨嘛 對 我現在講喔 這有同意 在桃園當市長的 在台北市當市議員的 跑去澳門白喝白吃白嫖耶 你看那個事情還被法院認證 那美國幾年的事情 可是他發生過啊 這很久啊 不過他還是發生過嘛 沒有人出來道歉了 好啦 沒關係 不過這件事情看起來 真的是國民黨的困局啦 我認為非常不容易啦 因為現在喔 黨內沒有大人啦 韓國瑜要的條件 吳敦英不能接受 是 你知道要怎麼找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找出一個好的辦法 然後呢 國民黨可以進步 同時也可以實際民進黨進步 我們台灣一起進步好嗎 好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